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收到了大家在WiseLive上面的很多問題 那因為有一些就是新聞媒體需要就是影音的這個材料 所以說我想說我現在就是在這邊用影音的方式 回答大家在WiseLive上面的問題 有首先民視的蔡孟宇 然後以及Evelyn Chen以及JesseMai 這三位朋友都問了基本上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初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是否院長林 Chen也認同 那事實上因為這樣子的工作模式 不論是在國內外都有相當多的先例 那在國內也有很多就是資管處的首長們 他在出國考察的時候 是透過就是院內的已經建置好的這種遠端的平台進行工作 所以其實這並不是創局 那以我過去的經驗這樣模式不僅可行 對整體的工作效率來說也有正面的注意 所以說在我跟院長討論過之後 他認為這是可行的 那另外呢TVBS的網柔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遠距上班的話 勢必會透過網路平台或是各類的通訊軟體 那這個呢我想先澄清一下 就是原則上我周三周五在院外呢 主要是用來跟新朋友在大家比較熟悉的場合 在他們的地方進行傾聽跟交流 這樣比較能夠吸收也比較有時間反思 有助於思考的全面判斷 然後一起更加完整 例如像接下來跟以太坊這個系統發明的人 Vitalic Blutering會面就會使用這樣子的形式 那所以說不一定是用遠距就是打字啊或者VR這種方式來討論 那但是呢因為宛柔接下來具體問說 請問目前和辦公室其他夥伴使用的網路工具有哪些 那這樣子其實是按照東西不同啦 如果我們要有面對面的感覺的話呢 我是會使用這個VR的器材 那目前呢我們在院內用的是Oculus 那我在家裡用的是HTC Vive 那這兩種我都經常使用 那其他的就是在線上的協作平台的話 我在院內的雲端網路裡面架了一個叫做SampStorm的一個線上的合作平台 那這個平台的特性就是它可以在完全保持資安的情況下 也讓院內的同仁能夠像安裝手機APP一樣 就可以安裝在院內的一些工作的文件 不需要到外面去用像什麼Google Docs啊 或者是Dropbox啊 這些院外的可能資安上面反而還比較有疑慮的平台來進行工作 那接下來呢 宛柔想問說是不是可以示範一下 用3C工具來執行遠距上凡是什麼狀態 那我想我現在把Oculus戴起來的話 好像這個當然是會非常有畫面上的效果 但是呢因為事實上我現在是在院裡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義沒有很大 所以可能請看這個 然後大家自行想像就好了 那我最後想要說的是說 我自己非常喜歡行政院的這個工作環境 我一週至少會有三天 而不是某些媒體朋友目前報導了兩天 至少會有三天跟院內的同仁見面確認工作事項 來保持多元和暢通的管道 那同時我在報導的時候也問人事處說 那我這三天我進來的時候要不要打卡 那事實上呢人事處是跟我說 根照相關的規定 政務委員不需要 事實上也無法打卡 我的卡放在那邊讀卡其實不會響的 那但是呢無論我是在院內還是在院外 不受工作空間的限制 我每天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 一定都是還是在上班的狀況 大概是這樣子謝謝大家關心